大家好,我是QB老师 在这段影片我要特别跟大家来讨论一下阴影 在之前我曾经跟大家提过 有三件事情对于相片拟针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阴影、反射和折射 那折射因为只发生在半透明的材质 像是玻璃啊、水面等等 所以这边我们暂时先不去讨论它 但是阴影和反射在日常生活里面是无所不在的 那我们的肉眼对于这两样东西其实非常的敏感 所以少了这两样东西 那这个画面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画面上这个场景 当然所有的这些物件模型还有材质 都制作的非常的细致 但是我们怎么看都还是会觉得整个场景 就是缺乏了一点真实感 那当然主要的一个关键 就在这个场景里面 所有的物件通通都没有影子 大家可以看到地板上等等等等地方 完全都没有影子 那如果我现在加上阴影 马上整个画面的感觉就差的非常非常多了 那另外特别针对地板的部分 我们知道一般我们家里如果有铺这些木头地板的话 那地板表面应该都会有一层这个亮光漆在那边 也就是说其实绝大部分在室内的木头地板 应该都会有不错的反射的效果 那但是我们现在场景里面 并这个地板的部分并没有这样子的反射 那这边就是我们再加上反射之后 那看起来其实整体而言 逼真的程度就非常非常高了 那反射我们在后面马上就会来讨论 但是在这一段影片里面 我们先来讨论阴影这件事情 除非你有开启光机追踪 而且当然更重要的是你的硬体要支援它 否则我们在渲染阴影的时候 几乎都是使用lightmap的方式 这是因为阴影的渲染相当消耗系统资源 而且阴影又会受到全域光照的影响 那另外一方面阴影又大部分是来自像建筑物 或者是家具这些固定不动的物件 所以使用build而用lightmap的方式 事先建好这些阴影 是对执行的效能来讲是最好的 但是lightmap光照贴图 它就是贴图嘛 所以它本身的品质就会受到 这个贴图大小的影响 不像其他的3D物件在渲染的时候的品质呢 其实主要是决定在你整个画面的解析度 好那所以像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场景里面的一些阴影的部分 不管是这个阴影还是窗户这边的影子 我们都会发现它的形状是不规则的 那非常的不合理 因为像这边影子应该明明就是一直线 还有窗户的影子 明明就应该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那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形状呢 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指定给这个物件 所使用的光照贴图的解析度不够 所以它在计算完 然后放大到整个画面的尺寸的时候 那就会产生这种样子的变形 那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当然我们就要把地板物件的光照贴图 把它的尺寸放大 那我们选到地板物件之后 在搜寻这边 这个地方也要注意到 这边上下有两个搜寻列 那我们现在是要搜寻这个地板的属性 所以要再靠下面这个搜寻列 打上Lightmap 那我们现在看到在搜寻的结果 这些属性里面有两项属性 是有出现Lightmap这个字样 上面的这个写 Overwritten Lightmap RES这个RES其实就是Resolution解析度 所以这一项就是修改原定的Lightmap的解析度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 它原来的解析度是128 基本上就是代表它是128x128像素的一个光照贴图 所以我们把这一项勾选起来 然后我们把它调整的大一点 那这边数字自动调成64 没有关系 因为64是内定最小的数字 那我比如说我把它调到512 那调整之后 我们当然就要重建这个光照贴图 所以我们按下Build稍微等一下 好那很快的这样子完成之后 我们就看到这两个影子的部分 都得到了很大的改进 当然这边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据吃 通常像如果是比如说 我们刚刚前面画面所显示的室内装潢的场景 可能地板本身有纹路 或者有很多其他的家具等等 那就会让我们比较忽略掉这个部分 因为把光照贴图的解析度提高 当然相对来讲也必须要付出代价 就是它要占用更大的GT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要稍微小心一点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说我到底该把这个解析度 调到多大才是最恰当的 那其实Android Engine有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我们在Light这个选单 这个选单是让我们可以切换画面 不同的显示模式 之前我们曾经用过一个模式叫做Unlight Unlight这个模式 它其实英文来讲出现Un Un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字 通常就是代表没有 没有这个东西 比如说Unknown就是不知道 所以Unlight它其实代表的是 不打光的条件之下 也就是把所有的物件都直接以它 在材质里面所设定的color来显示 所以这个是一种一种显示的方式了 那这边我们再来看 所以我现在如果要知道我的光照贴图 大小设定的合不合适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选单下拉之后 这边有一个Optimization View Mode 各种各样最佳化的显示模式 在这个选单底下的第二项叫做Light Map Density 光照贴图的密度 那我们选择这一项之后 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面的每一个物件 会以不同的颜色来显示 那粉红色是代表我们目前所显示 所选择到的物件 然后各个物件会以不同的颜色来显示 那这些颜色代表贴图坐标的密度 其实我们看到这每一个物件上面 会有这些起板格的方格 那这个方格其实就代表了 我们现在所设定的贴图密度 是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那所以比如说对于地板 那如果我现在把它回复到 最低的这个64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它就会显示成这个样子 那如果我现在按Escape 取消选取的时候 我们看到整个地板物件 会显示成蓝色的 那蓝色我们代表蓝色是冷色系 然后到红色是色温 应该说就是最暖的 所以它是用色彩的色调的冷暖程度 来代表我们设定的 UV坐标的密度到什么程度 那所以调整的方式 其实像我们现在在这个64这个数字 拉动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方格跟着改变 那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调到 肉眼看起来跟墙壁差不多的这个程度 那这样子渲染出来的结果 大概就会是比较能够接受的 那更好的话通常来讲 特别是对于像是建筑 或者是你要做体面设计的输出 这一类比较高解析度的要求来讲的话 那我们希望渲染 就是在Density这边呢 它的颜色会达到黄色或橘色 就是比较偏密度高一点的这个程度 那红色就代表它密度已经很高了 那当然红色我们可能也不必刻意去降低它 看情况 那所以像比如说现在在墙壁的部分 我可能也都要再把它再调高一点 那我们现在先来调整地板的部分 所以地板我再把数字拉高 比如说我现在把它拉到大概800 那这个数字并不需要一定是二的乘方 因为最终你的Lap Map会去怎么弄 其实Union Engine本身有它自己的一套运算的方式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尽量的 让它们的颜色会趋劲到至少是绿色 那最好能够趋劲到黄色或橘色会更好一点 所以这边我再把它再调高一点 那现在这样子就到了橘色的范围 好那另外我们看到在墙面的部分 因为这三个墙面其实都是相同的物件 那如果我个别的去选它 然后从这边再把它调大的话 等于我要调整三次 那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必要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从它原本Content Browser 里面的Mesh去调整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选到这一个墙面 然后我们在Static Mesh这边 找到它的来源物件 那打开来源物件之后 我们看到一样我们在这边搜寻 那我们就会看到LeftMapResolution这个项目 好那这边我把它调整成 比如说我调整成400 好那先存档 那我再回到关卡编辑系来看的时候 墙面这些就从原本的绿色 现在变成是橘色的了 那当然这样子调整之后 我们可能也需要再重新Build一次 不然我们看到在这边 就是整个阴影其实又会有一些错误的情况出现 OK好那我们就看到这边计算出来的结果 那整个阴影就非常非常的漂亮了 另外我们也要顺便来介绍一下环境遮蔽 Mbian Occlusion 环境遮蔽的产生是在光线漫射的环境之下 也就是一般我们的这种痊愈光照的情况之下呢 场景里面的某些部分会因为被其他物件所遮蔽 那使得光线比较不容易到达 因此看起来会像是有阴影的感觉 例如说在角落的部分或者是凹陷的地方 或者像这边床底下 我们看到都会比较暗一点 那在渲染的演算法里面来看的话 环境光遮蔽它其实 并不是阴影 而是用来加强阴影的一种演算法 环境光遮蔽之所以重要 其实是因为一般我们在计算全域照明的时候 对于间接光源 就是反射出来的这些光线呢 我们是不去计算它的阴影的 因为这样子在计算上面会 比较容易会影响到执行的效能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传统的阴影演算法 就是shadowmap的方式呢 它比较没有办法把细节的 比较细的阴影的部分处理得很好 例如在这张图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像这种 窗框之类 这些部分因为都是很细的地方 那如果以传统的shadowmap的演算法 来计算的话 这些阴影都会变得很淡很模糊 那所以需要用ambient occlusion的方式 来补强它 那刚刚讲到shadowmap 不是就是ambient occlusion 它并不是阴影的计算 而是用来补强阴影 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 在这个画面里面 我们同时存在了阴影跟ambient occlusion 我们看到在角落的地方 会感觉阴影好像特别的深 就是相对于原有的阴影的话 角落的部分又变得更深一点 那这个就是原本的 retressed 光级追踪的阴影 然后再跟ambient occlusion 这个部分再做重叠 再做加强 回到我们的范例场景这边 我们看到在墙角 或者是地板跟墙交接的地方 颜色都会比较深 那这个就是ambient occlusion的效果 ambient occlusion跟静态的阴影一样 都是在按下build的时候 会去计算的 所以它同样也会受到 lightmap的解析度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边 特别也会提到 那另外一方面 ambient occlusion内定是打开的 那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它的存在 但是除非你在看到场景渲染之后 墙角这些的阴影 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漂亮 或者说它的范围太大片的时候 那我们才会去调整这边的 lightmap的解析度 否则通常你是不用去管它的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关掉 这样也是可以 那就是在project setting这边 我们搜寻ambient occlusion 那我们看到这边就有ambient occlusion这个项目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边的勾拿掉的话 我们再回到场景里面来看 在墙角这边就几乎看不到刚才的阴影了 那另外这边有一个项目 Mobile ambient occlusion 那这个就是如果你打开了环境遮蔽的情况之下 但是你的游戏是要在行动平台上面执行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勾选这一个项目 那这边我就不重新执行去显示 那它主要的用处是因为在行动平台上面 当然整个硬体的执行效能会比较差一点 所以勾选这个项目的时候 会选择用执行效能比较不占用 比较执行速度快一点 但是可能画面效果比较差一点的这种 环境遮蔽的演算方式 那这边只是顺带提一下 那以上介绍的就是有关于静态阴影 跟Light Map有关的一些部分 就先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